幫我們揮動球棒 打破這一顆棒球 我們現場倒數3秒 3 2 1 大家所看到的是俊秀的加盟主視覺 那麼當然 中方秀 俊秀的打擊跟打臉實力 都能夠讓隊友感到非常安心 希望加入中心兄弟之後 也能夠讓大家看到更多精彩的時刻 這個時候呢 我請俊秀幫我們秀一下這堂毛巾 因為呢 今天公佈了俊秀的加盟主視覺之後 當然是希望能夠在大軍上比賽嘛 然後 就是自己一直以來都很期待 可以進到俊男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對 然後我部分就是想辦法跟著球隊 拿下總冠軍 然後好好在球場上發揮 那其他就是看球場的 球場怎麼去決定這樣 這我們在 可能明天有個記者會嘛 是有關於跟那個 俊人軍的部分 我想 俊秀跟我們一起春訓 到3月初的時候 明天有個正式記者會 應該就會在大軍有這樣的認識在 絕對有機會 把自己中方表唱好就沒問題 很興奮 蠻亢奮的 因為很多球迷啊 然後 就是我出場的時候他們都有 歡呼聲 就是讓我感覺 對 就是有一種更有力了 上次沒有外野了 就是喊的時候後面都 連後面都有聲音 轉繞音角的感覺 對 全場的感覺 喜歡你 第一次那個 第一次開放的時候比較像YOUZE吧 因為天母嘛 所以 就是座位其實做的一樣 然後喊的聲音也差不多 阿這次就連外野都滿了 就是更 更大聲 因為洛西拳打很穩啊 然後 就想說上去欸 跟他一樣 然後 把球丟整了也不會到很緊張 很享受的啦 第一次 這次比較沒有那麼亢奮 因為我很怕 就有點失控 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 就是有稍微 壓抑住一點 所以 三針後沒有太多人的 振奮動作 感覺大家都會更細膩啊 打 打著嘛 你看像我剛 兩顆變數球 接著丟的時候就被打安打了 然後 就被打一次二兩打了 所以 其實在YOUZE吧的時候 不太會有這種 機會 所以 只要更小心 所以你應該是安排下一場 還是先發嗎 呃 下一場應該會先發 因為球數有到可以丟先發 我們進到大巨蛋體驗 然後很興奮 然後逸壘他自己也 上次也說過 能夠站上這個仇投球 所以我感到很榮耀 那今天無論是他被安排在哪個位置上來 我們都期待他有好的表現 然後中華隊加油 這次很幸運他也是上了這個雞蛋 我也很高興看到他站在這個投手球 因為希望他在 不管在任何的調度上 有他的那個 上投手球的模樣模式 都讓人家看得很欣賞 又很完美的表演就好了 可以說是 他是第一次參加這個 屬於成人的棒球 還有屬於職業的棒球 那我也希望他能夠用心看待 把自己當作是職棒人 還有成棒的這個比賽 希望他可以承受得起那種壓力 能夠回歸他自己喜歡的棒球 應該已經從少棒到現在 已經是蠻淡定蠻習慣了 但是今天這個國際賽事 我們內心還是蠻 蠻激動的蠻澎湃 但是還是以一般的那個觀賞 本來以往我們都會覺得 在家裡面看直播就好 那因為這個意義比較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進場 那進場的話看到這個場面 真的是蠻感人的 然後希望他能夠平常心 因為逸蕾他說他是人來風行 他不怕人多 我聽了就很替他感到安慰 也放心啦